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今集主要交代上一集我提及過 會幫助大家到處密適一些底彎的手錶 可能在不同的國家 甚至香港也找到一些底彎 我會先去找一些底彎的款式 先買回來 拍完影片做完分享後 我就不會特別戴那隻手錶 看看有沒有朋友有興趣向我那邊購入 我也是強調 我不是賺錢的 我純粹是做一個循環 例如我五千元買了一隻手錶 我用五千元買了一隻手錶 可能我只會計算運費 約一百元左右 運回香港價錢 可能再加一點區碼費 可能一百元 可能大約五千二元賣給這位朋友 因為有些朋友可能會擔心 上網賣手錶有些牙煙 或者怕會不會買到架手錶 甚至他未看過實物 我便做了這個動作給他 看完影片後 大家覺得想擁有這隻手錶 我便去放給他 同時我也發覺買了太多手錶 因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因為我在澳門工作 很多時候這些手錶 我老婆都不知道我買了 所以我都不知道 怎樣拿回香港 所以也要清一下存貨 清一下存貨買更多的錶 讓老婆更加生氣 所以今天我都選了一些 看看大家對這些錶款有沒有興趣 我都很快做個分享 先說這隻蛙道 最近入手的 其實是未戴的 你看到膠帶 膠紙都未撕 未戴過 剛剛這個星期才送到 當然我買的錶一定是自己喜歡的 我不是亂買的 我一定是選擇自己喜歡的款 這隻蛙道就是 全隻是SWAMMIC 白色SWAMMIC 蛙道的True Thin-Line系列 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是自動錶 因為有朋友留言 這隻以為是一隻電子錶 我自己不會買電子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你要記住 自動錶做到這個厚度 大約8mm 這隻我自己也很喜歡 當然如果有朋友 有興趣的 我都一樣照樣放 因為 在乎買更多的錶拍 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這隻我買入價 其實是 我也是反調 全部價錢是公開透明的 不是在這件事賺錢的 如果靠這樣來賺錢 真是死定了 天亮都未賺到錢 這隻我買回來 是730美元 信用卡的扣費 大約5800多 所以如果有師兄 有朋友 有興趣 其實你預算是6000元 因為我計算運費 計算 小小巨碼費 大約你預算6000元 我當然到時 可能會輕輕計算準一點 運費 因為不知道 每次運費 可能會有些偏差 但大家預算6000元 6000元 買到一隻 全圖瓷錶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40mm 它不是女裝 所以男士不用擔心 它是一隻 Ulysses 男女裝 也適合用 女裝 40mm 也不是特別 特別大隻 整條帶都未交過 大家要自己去調 全部都是齊合的 我會拍一拍片給大家看一看 這隻就是第一隻 大家預算6000元 買到一隻全圖瓷錶 自動錶 電子錶也買不到 這價是6000元 大家看看 這個 其實這隻 沒有打算放 因為這隻已經帶了一段時間 我不會用正價去放 給大家 為何會放這隻 是因為自從我拍完這片 之後 因為我買的時候 是兩年前買 因為我拍片 是今年才放這條片出來 發現 可能網上的店舖 已經沒有了這個款 我覺得有些不太好意思 很多朋友 對這個錶有興趣 因為很划算 不用3000元 買到一隻 瑞士製 300米防水 藍埔石面 而且錶面是做得很漂亮的 全部都是立體字 當然它不是一個透底 有些不好意思 因為拍完影片 大家又買不到這款 因為這個款 可能在網上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不如把這款都放給大家 便宜一點 放了它 我也算是大 但要留意 不知為何 這個錶面 大家要衡量 那個錶面 就有一個積在 好像一些 防反光的塗層 有少少掉 大家要衡量這個 但你說日常 是否很影響配戴呢 整體整個錶 九成新 當然 那個鋼帶 我會跟著 這個鋼帶 會跟著 本身原裝的 有多少扣 我都會付回 條帶當然會有少少花 但錶的質素 很好 這款我買進來的價錢 沒有基礎 是330元 它有300元 有30元運費 就是330元 我們大約計算一下 我們大約計算一下 330元 通常信用卡的扣費 是8 左右 2684 我記得 因為很差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香港買的錶 它不會有關稅 澳門又有關稅 很差 它有時收有時不收 所以很難觸摸 這隻 它沒有收 但有些錶 多數都會收300元 但我都算了 這隻我記得是收了300元 但我都算了 我不是用這個價錢去買 而這隻錶 因為我始終算是大 這隻我買的價錢 大約2900元 這隻 是Glisten的錶 46mm 這隻 我不是用這個價錢去買 我純粹 便利用朋友 純粹2000元 放給大家 當然2000元 再加上一個 2000元的底價 加上運費 加上運費 約100元 大約2100元 便送到香港 我便叫做 希望 如果有朋友想找 又想要這隻 便宜地入手 於2100元便買到 一隻這樣的質素 瑞士錶 希望大家 購入了 便可以買更多的錶 去和大家做分享 這隻 其實我都覺得 是一隻很划算的 瑞士錶 完全被人低估 了 Alpina 的一個牌子 完全被低估 因為 我想 如果有朋友 買過這個牌子 都會讚口不絕 做工 各方面 老實說 我是很喜歡這隻 不過 因為太多錶 過不了海關 我都要清一清 一些錶 否則 嚇死他 這隻 叫做 小小背景 這隻 其實是當時 Alpina 發起了一個 網民投票的 一個 網民自己設定 一個標款的樣子 它不是任你設定的 它應該是 左拼右拼 自己拼 這個款式 是最多人拼了出來 它真的做了出來 正價 其實本身在賣 一千元美金 大約 七千元 八千元 它在網上 Alpina官網 做了一個半價 因為這件事 是半價 我當時 無聊按了 我不知道這件事 我無聊 上了網站 按了 看到 因為半價 可以 官網做半價 也挺難得 按了一隻 好像都等了幾個月 等了三四個月 其實它的造工是很高級的 以這個價格來說 你想想 本身正價是一千元美金 七千多元 半價 其實是四千多元 四千元左右 計算了 一些雜欄 如果大家有些單位 我記得是大約四千三元左右 信用卡扣費 是四三幾幾 同樣 因為這件事 我都算是大約 但是 大約不夠十次 而且我會戴得很小心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說 是 98%新的 這件事 一定是 沒有花過的 錶帶 都近似新的 本身這個 都跟了多條 魔術帶 魔術帶 大家有一個 這個沒有快插 大家可以更換 同樣 因為這件事 叫大約 所以 底價是四千元 放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找 因為這個款式買不回 它不再推出 有類似一個黑鋼 加一個藍臉 四千元 如果也是 同樣運費 可能加到四千元左右 運費就要另計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每次有時候貴 有時候便宜 底價四千 大家運費 到時再計 同樣 盒子都齊齊了 這款U-Board 其實沒有介紹過 你見我都 是有點情意結 買的時候 因為小時候 曾經很喜歡 因為我記得還在尖沙咀 美麗華 有一間專門店 我想也有十年前 可能也有十年前 當時我曾經覺得 U-Board的款式很漂亮 當然是小時候 那時還未認識 我覺得這款式很漂亮 整體的款式很漂亮 不過整體的款式很大隻 這款式很大隻 這款式很誇張 這款式的定價 其實是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定價 用了一個7750的機身 倒轉了一個7750 反轉了一個7750 大家平時的7750是這樣的 這款式很漂亮 它也有一個扣底 看到一個7750的機身 在裏面 這款式我老實說 有點衝動 其實我沒有帶過 買完之後 從來沒有帶過 因為是一個情意結 小時候曾經很喜歡 覺得很怪 沒有買到 看到網上有這樣的款式 當時是1000美元 7000多元 你當是7800元 8000元 左右 我已經不遇到太多支音人 所以這款式也會輕輕調低一點 價錢 其實調低一點 調低一點 這款式也沒有帶過 這款式可能是平時的錶 送來的時候 扣住了我的時候 對 整支錶是這樣的 我都會用一個便宜的價錢 去賣給大家 這款式就算是6000元 6000元買過7750 又有這樣的款式 我想電子錶應該也難買到這個價錢了吧 看看大家怎樣看 當然我不是說要怎樣去很硬販 買不到的話 我便當自己一個 買不到出去 我便當自己收藏 這樣就這樣 這個第四隻 這款式也掙扎了很久賣不買 賣不買出去 又是有點衝動的 老實說買的時候 因為曾經看過很喜歡 有一次澳門的東方標行 都不介意開名 東方標行 在做6折 6折 就失了手 入了這款式 又是沒有帶過的 從來沒有帶過外出的 這個只不過 顏色有少少氧化了 皮帶 又氧化了 有少少顏色 但整支錶其實沒有帶過 所以我便戴上手套 去講這堆錶 其實有掙扎過 放不放 因為銀碼也不小 可能也有點難放 這款式 買回來便是19,000多元 好像是澳門似的 我想我現在放出來 其實也是同樣 可能19,000元便放出來 當然你說 這樣嗎 但我不是說是為賺錢 純粹是希望放出一些錶 如果有知音人 想找這款 剛好又錯過了6折的優惠 我不知道這些款式還有沒有出 可能出完便沒有了 如果剛好有朋友找 又剛好看到我這個頻道 我就放回19,000元 我賣入界便是19,000多元 我那裡也會虧少少 不要緊 當然這個可以再小異 可以再談一談 所以我有些掙扎防防 因為這個始終不是一個 相比其他一個記者 這裏就接近2萬元的價位 它是自家機身為 42mm 沒有記錯 42mm 還有它還是一隻 World Timer 寫著香港的Hong Kong 這個12點鐘 新推出的便會買少見少 便不會特別寫香港 也擔心某些原因 不再寫香港 這裏就是Hors Den的一款 Well Timer 自家機身為 今天同場拍攝這款艾美 原來發現很多人有興趣 這裏都純粹說一下 因為在香港買 也不相差很遠的價錢 大家衡量 這裏也算是大 但整體O4應該有九成新 表面上有很輕微的花痕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要多些影片 可以再補充 我們可以單獨去談 也有想過買不買這裏 也放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買入價 應該不用一萬元 就在日本買回來 因為又是大過的關係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這裏 也不要緊 照樣放上來 看看有沒有人有興趣 我就放7千元 如果大家看看有沒有興趣 7千元買到一個感質素的瑞士錶 大家留意這裏是39mm 這裏不是比較多人會找42mm 這裏是39mm 黑面金針金字的 這裏是比較少見的 我聽說是新出的 這裏是新出的 也都齊了 所有的鏈帶都齊了 這裏是7千元 大家看看有沒有興趣 都是那裏 我不是說 我不是自在去買 一定要去買 還是怎樣 都是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因為見很多人問 如何入手一些底彎的手錶 我希望這裏是一個渠道 讓大家可以用一個商業的價錢 買到一個底彎的手錶 順帶一提 始終網上購買的款式 你預計保養的問題 到現在都不可以很清楚地交代 我先戴頭盔 因為很多人那些網店 都未必有原裝保養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不要說買了才發現 為何會這樣 我想一分錢一分貨 因為始終它給了這個價錢 可能它有些東西是有些取捨 那個保養的問題 甚至乎它沒有什麼售貨服務 這個就… 大家衡量一下 我只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有多幾隻錶的話 你又帶不同的錶 一天走慢了五分鐘 是不是很大問題呢 當然這個是我自己的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可能大家未必同意 但是大家… 我會預計最差的就是 大家先當它沒有保養 我覺得這樣會更開心 你當它沒有保養 如果最後找到 可能原來有的 可能會更開心 但是如果你開始當它有 原來發現 很大機會它沒有保養 這個我要先說清楚 我希望所有東西 大家透明公開 大家買得開心 又帶得開心 差點忘了拍攝盒面 大家看看 剛才介紹的每一隻錶 都有盒子 甚至乎艾美那隻 我都會齊合 因為無論便宜貴的錶 我都會保留所有盒子 裡面 額外的鏈帶 所有配件都會在裡面 剛才提及過 除了康斯丹那隻 會有保養 因為那隻是行貨 我忘了兩年還是幾年保養 其餘那些 始終在網上購買 L-PINNER 可能也應該有 因為L-PINNER是官方購買的 但是在哪裡維修 我真的不知道 其餘那些 都是那句 一分錢一分貨 保養可能未必會有 這個大家千萬要衡量 我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覺得這個系列好嗎 即管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在電郵問我 因為價錢可以有 輕微的小異 但我都希望用回本價 因為我都想用這件事 製造一個循環 拍攝更多的錶 幫助朋友物色更多的錶 拍給大家看 我今天就介紹了這裡 五隻 有四隻 六隻 還有一隻艾美 五隻是一萬元來的 這隻康斯登 比較貴 看看大家對這堆錶 有沒有哪隻想入手 或者想買 可以 電郵我這裡 我電郵就放在這裡 不要在留言公開說 因為這些我覺得 用電郵問好一點 記得電郵我 不要在留言問我 這隻多錢 那隻多錢 那隻多錢 那隻多便宜 那隻多便宜 如果這樣問我 我都會叫大家 去到電郵問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